大家好我是Ben 現在我們就在Olinx泰山裡面 然後接著我就要來拆解我的前後避震器 看看究竟我騎了這個兩年的前後避震器 Olinx到底有多髒 避震器保養有什麼重點的知識還有內容 快跟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拆解避震器之前 我會先一定把你的所有的數據都測量下來之後 再加144.90 我會把它記錄下來 才可以方便它把它復原 對我到時候要復原回去你的意見 這個器具是Olinx本身出的嗎 還是說 這是Olinx的工具 這是競賽用的工具 所以一般是買不到 大家都會把它推到最鬆 好像我們當地的時候在拆那個槍的感覺 因為這邊有油對不對 所以它工作台需要有這些排油孔 好那我們現在來測它的剩下目前剩下的氮氣壓力 對 如果沒有氮氣會變成什麼樣 你的避震油 避震器在作動之後 它就會 避震油就會起泡 就會沒有阻擋 所以變成氮氣其實非常重要 對 所以它目前氮氣壓力不足的狀態 那如果一般沒有掛屏的話 它一樣會打氮氣 一樣會有打氮氣 只是它打在管身裡面 對 那掛屏等於是它的氮氣量會比較多 當然就是掛屏的話油量會比較多 然後再來就是掛屏的話 它會通過一個它的下壓阻力的機構 是 通常有掛屏的話 大多數來講都會有下壓阻力的調整 這次專業特工 然後它的螺絲是直接 裡面就可以直接拽下來 對 所以說像比如說我們今天在賽道上 對 我可以快速的變更 它的阻尼的設定 阻尼電 就破塞在這裡 這是壓側的 深側是黑色的 所以說一支避震器在賽道中間 賽道上 變更它的阻尼 只需要10分鐘的時間 好 就可以做完快速的設定 非常快 只是它油會變少嗎 因為油 你沒有漏油的話 基本上油不會變少 哦 只是會變髒而已 對 哇 哇 所以這支是使用 還久的 時間 天啊 油不黑耶 欸通常它裡面會有鐵屑嗎 呃 如果說你的避震器有漏油的情況下 你都沒有再去維修 哦 它的動滑的 範圍不夠的話 就有可能會產生鐵屑 那有產生鐵屑就表示說 你的避震器上有金屬的磨損 哦 所以結果其實避震器會掛掉 對 而且日後維修的費用會更高 所以大家如果 有漏油要趕快處理 這是它的活塞 各位看到了 這個就是我的 後避震的油 黑到一個不行 我現在還蠻期待我的前避震 到底拆下來會是怎麼樣的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非常多的特工 帶大家看一下 你如果使用Olinx啦 我覺得 來這邊保養是妥妥的啊 因為 這邊該有的備料 還有一些專業工具都非常齊全 你看 超多的Olinx啊 好 看看到底有多張 裡面就是油泥 所以油泥它也會塞住這個 會 我們新的避震油的顏色 跟舊的去比較 哇 天啊 哇 大哥這個 油很像水 對 Olinx它用的 它不會去用 油的濃度去控制阻泥 這是它的 特殊的地方 所以我們土泡在那邊用油 的濃度 換濃一點 換濃一點 那個 那個都是土上的 基本上不是說不好 只是說這個 這個 這個它的 它的衰退會很快 熱衰解會很快 你當避震油的溫度起來之後 越濃的油 溫度會越高 一起來之後 油就變稀了 然後阻泥子就這樣下降 這個讓我想起我們忍者400的時候在那邊調油 非常土泡 其實那時候比忍者400 比到後來我就發現 我記得後面 半小時的時候 那個懸吊根本只剩下彈簧在起 已經沒有任何阻尼在拉住那個車 阻尼片的設定 所以它這個都要照著擺好 對 它的 每一種的阻尼的 每一種車種的阻尼是設定不同的 所以最好就是照原廠不要去動它 對不要去動它 所以它的油的濃度它原廠都是用幾號的 它沒有 它沒有 它沒有濃度 它是就料號 然後自走這麼酷 所以它等於 國外已經有個系統 對 遵照系統 這就是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原廠給我們的一個 一個 可以查詢 每一種避震器 維修的數據 你包含你的阻尼片要怎麼排 你的零件料號是什麼 然後你的氮氣壓力 你的油 用什麼 你的彈簧用什麼 你的預載是什麼 原廠的阻尼段數設定是什麼 我們都可以在這上面可以查的 所以這可以確保說它做完之後 跟原廠是一模一樣 新品一模一樣 對 哇這個好 我們現在C112段 R112段 這個 不過這個也是要計時針的 完全不查 所以它背後有強大的 這個 數據資源庫 通常大概是建議多久 如果在街道上使用就是2年或2萬公里 賽道的話是10個小時 10個小時 對 10個小時 因為這隻是 右邊的 所以是鱸棒回盤 我們先會記錄它的段數 現在我們要確認你 調了多少域長 上次我的懸吊最後是小江幫我騎的 然後他幫我做一些調整 因為基本上我已經處於放棄的狀態 然後它上蓋了 上蓋的特工 通過原廠就儲包的狀態 有但是非常少 很少進 對 拆開就發現 怎麼會這樣起 非常非常的少 這個是4744-05 05的話就是10.5牛頓 對 好 那我們這個mark都會朝上 以便利 維修人員 或者是你要更換堂皇的時候 可以方便的區分說 你的堂皇的放數是多少 我本來是比較 放數比較低的 然後我發現我16號彎中砂 我進不了彎 然後後來我換了這個之後 路感變超好的 在16號彎還有一些需要撞渣的彎 哇天啊 這個算蠻黑的 太帥了 哇 這還有那個紋路耶 好像墨汁在裡面一樣 然後現在我們把你的主名棒 取出來 畢竟我自己還不是一個快車手 我沒有理由這個 怪罪車子 但是 小江講 真的不好騎 那真的 真的是可以爭 看一下 在哪裡 有夠黑啊 不要把它跑開開 然後這個活塞環會更換掉 活塞環為什麼有需要呢 因為活塞環它是屬於消耗 對 就像說我們剛剛TKX 這個它有活塞環 到時候我們都是要更換的耗材 只要我拆活塞環就是一定會更換 所以其實它跟油風跟那個 土風其實都是一種 對它都是一種耗材 本來我們的油要從竹泥片過 它從活塞環的已經磨損了嘛 就從活塞環旁邊經過 你的竹泥質就會 就施壓了 什麼設定都不對 就施壓 所以說我們只要有每次拆解 活塞環都是一定要更換性的 像有人講說 Olinx的管幣比較薄 所以上下三角台的扭力不能鎖太緊 它的外管是鋁合金的 所以鋁合金它比較容易 因為壓力造成它變形 所以一定要照Olinx它的建議放速去鎖 上下三角台扭力 你逼緊的嘛 它會夾住你的內管 你邊現在做動會受到阻礙 就沒有那麼順暢 但是並不會把它鎖壞掉 只是它會變形 就把你的內管夾住 記得要參照手冊 或給專業人處理 你的安裝手冊上面 一定有它建議得 你的油面越低 等於就是說你的 你的這個空間 越少 你越難壓下去 完蛋了 因為 避震器也弄好了 現在後輪是舊的而已 只是後輪可以推脫 唯一的介面就是沒有調整 對啊 沒有是人的問題 那它裡面一樣也會殘存油泥 會 一定會殘存油泥 其實油泥會在這裡面 喔 內管 對 等一下我會把 它的內管分解 換油 它只是把油倒出來 然後簡單把容器倒進去 搖一搖出來 那個不算 真正的 那你油泥還是沒有把它洗出來 好好好 它裡面還有一些機構 對它裡面還是 像它 前插的效果 會藏在油泥 所以 我們也把它分解下來 之前不會 這個都不會有人分解 兩氣瓶 對 跟它的統身 all ring 其實都是會 都是需要換 只要拆掉都是要換新的 歐環 歐環這個都拆掉 就是要不換新的 那包含 這是原本的活塞環 其實細部看已經都有刮傷了 因為它會一直在裡面活塞運動 這是新的 Olinx的用料非常好 你看它連這個螺絲 都是使用鈦的螺絲 真的鈦 再來它的切削的功 非常的精準 所以 種種的細節呢 就造就了 極大化的差異 在使用上 整顆直接換新 整顆換新 對 但是單價會非常高 所以說 因為 它也是有零件組成 所以 我們還是 如果你的本體 這鋁合金的 油風座本體 沒有受損的話 那我們還是可以把裡面的 頂件包含油風 土風 包含它的滋潤 潤滑的滋潤 這潤滑滋潤都已經有抹水了 我們都可以把它換掉 它會組裝回去 保養一次換下來這麼多 橡皮筋 這個好像真的順序跟一般不太一樣 對不對 不太一樣 這油真的跟水一樣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 它內部的空氣給排出來 這是什麼特殊工具 這是拉阻尼棒的工具 它只是晃動把這個 氣泡給 對 把它排出 只是要怎麼確認它的那個 空氣 我們會再去拉扯阻尼棒 感受它的阻尼的力道 所以它排空之後會越來 阻尼越來越明顯 對 會沒有任何間隙 沒有任何空氣的感覺 這個 設定前插油面 這個我知道 這個好像 有些原廠也有類似的東西 對 只是看起來沒那麼漂亮 所以它的吸管插進去 有高座的 對 就把它蓋起來 這真的很快非常多耶 比較方便 如果是用倒的真的很痛 好 好 回彈 REBUN 它如果是下壓就不一樣 所以它就盡量不要裝錯了 欸 只是它這個管身哪裡有型 它是回彈的 我們會把回彈裝在右邊 喔 所以你就看左右就好 對 看左右就可以 這個潤瓦油 它最主要就是 組裝油 然後防止 你下次要拆的時候 它的 搖開死 對 卡死的作用 好 就算完成了 對 還要把你的 助迷 對 復原到你 當初的設定 就是 原本的設定值 所以 這個最後要把 原本 客戶的設定值 要把它再加回去 行程環 裝回去 它是很輕鬆壓才有主力 對 這次就是下壓 好明顯喔 那所以我應該是到它下壓 越來越壓下去 就是你會覺得它是很平均的下去 它不會有氣泡的感覺在裡面 噢 所以那個時候就表示說 其他氣泡已經漫漫完海光了 這邊 都有原廠數據在 所以 所有東西都是照原廠的數據 在復原原本的樣貌 所以這隻是壓側嗎 對 這隻是壓側 這就是那種的後避震啊 遊戲分離的自由活塞 所以那個膠也是潤滑的 那個是潤滑的 對 然後 這是 自由活塞的活塞環 那這也是浩草 滿滿興趣的 它的鐵呼嚨環 如果不換的話 可能就會 又有 對 作動會比較沒有那麼順暢 那我們現在要把 軸心組裝回去 防塵風都破了 所以我們都要換新的 就是你之前 已經破水了 那我們魚眼進水的話 你的魚眼作動就不正常 它的醋油是從上面的孔子上去喔 對 這蠻特別的 所以這同時也是氣孔 對不對 不是氣孔 是在氣瓶裡面 喔 所以先灌油 對先灌油 所以它會動嗎 那灌油就要換另外一邊灌油 那我真的好強喔 神奇的東西耶 所以今天還是在灌油 對 對 所以這是油氣分離 所以它會有一塊區域 其實還是油 對 它把它灌進去之後 這邊被推出來 對 然後它被活塞鎧開 然後氮氣會鎧開 OK 大家看一下喔 氮氣瓶中的活塞 會被 因為油壓的關係 被推動 最後就接灌了 我們要把氮氣打起來 這個針也太 太尖銳了 原廠設定的 要設定的量 就可以結束 那如果我氮氣多打 喔氮氣多打 那你的 你的下壓的干涉又越多 你就下壓就會更硬 對 但是沒有人會這樣做 對 所以他們並沒有什麼建議說 你要硬比較多打 沒有 都一定要照他 建他的設定的氮氣壓力 因為他前叉好像是有油量的建議值 對 但是後面就沒了 後面就沒了 後面就沒了 所以現在就是他的氮氣在作用 對 所以氮氣有壓力 他把它彈回來 他把它彈回去 完成了 一支避震器的保養 好 太棒了 這要幫你附位成 當初設定的 段數跟你的浴展 當時已經被調到一點 復興了 好 搞定了 耶 好各位觀眾 這個我的前叉 跟我的後臂症 都已經 完整的復原成全新的樣子了 透過這一次呢 也帶大家了解 交給原廠Olinx 來做維修保固 他會做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其實有真的太多細節 需要注意的 所以交給原廠做 是最妥還有最有保障的做法 接下來就是我要把 這個我這一組前後的避震器 裝上車 前後重新整理過的避震器 究竟會不會讓我 這輛10R 帶給我完全不同的騎乘感受 那接下來我也會進行一個分享 記得鎖定我RVN的騎士 還有SUPERMODER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